大家好 我是多伦多全职地产经纪Simon 今天带大家去看的房子 是位于多伦多北部Caswick的 一个全新的独立屋项目 这开发商市Chinese Hill 大家可能都有所了解了 对它这个项目的话 主要是由40尺和50尺的 这个独立屋组成的 所以说这是一个难得的 一个投资或者自助的机会 因为疫情期间 大家都开始往多伦多的周边 地区移动 所以说最近周边地区的 这些小镇上的项目 卖得非常好 今天我们就带大家去看一看 因为这个难得有一些 样板房在这里 所以说很高兴跟大家 在视频里面分享 这是一进门的这个玄关 它是挑空到二楼的 一个非常漂亮的吊灯 然后做了墙线 然后做了墙线 镜子啊灯饰啊 都是这种金色的 然后进来这个门口是一个客厅 然后这里有一个办公室 做一个office啊 也是有它的窗户的 这是一个客人用的室友间 然后这边是一个正餐厅 这是一个50尺宽的这个地块 所以说它的设计上面非常 显得空间就大很多了 比刚刚那个2600尺啊 进来这边是早餐厅和厨房 白色的厨房 传统和现代的结合 金色的拉手 然后煤气炉 这些都是开发商 做了大量的升级的 好再去看一看这个家庭厅 家庭厅做了墙线啊 molding啊 还在旁边做了两个柜子 然后预制的这个壁炉 不是像以前了 以前的设计 很多时候是木质的 到现在二楼先看一看这设计 这二楼这是一上来 就是一个开场的一个空间 应该它这个可以是最后 作为一个睡房 可以把这个加到门就可以了 对 先看一看这个主卧的设计 哇 主卧真的是够大 4000尺的房子 大家可以看看这个装修升级 而且也是非常漂亮 这个设计相对于刚刚我们看的另外一个 它就有点传统 因为你像在它在做这个石头台面的时候 倒角这边它就会做一些花纹出来 那些其他那边都是直的倒角 水龙头接卫浴的都非常漂亮 都是一些Lux Gold的那个 FINISH 这个金色配饰啊 非常现代 加上这个传统的一些弧线设计 一个非常大的walk-in closet 这里看看是另外的卧室 这两个卧室是共用一个洗手间的 设计的这个style跟刚刚的那个主卧都是一样的 这里一个浴室 非常喜欢现在这种金色的Lux Gold的 这种FINISH啊 这应该是美国的一个叫BRISTLE的公司的产品 这另外一个卧室 这个卧室也是有一个相当大的这个walk-in closet 采光现在的设计都是非常棒啊 这里还有一个洗手间 也可以share的用 也可以作为这个房间的独立使用 设计的都非常温馨啊 粉色系加上这个金色的配饰 这种情节是非常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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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杜茜